一輛計程車停在馬路旁 成哥突然從後座衝下車 猛力推了司機一把 自己也差點摔倒 還是猛力出拳毆打對方 司機嚇到不斷後退 頻頻挨打 頭部受到嚴重撞擊 重摔送醫 事發在二十六號凌晨四點 新北三重檢獄路 事發突然 司機計程車收據 才開到一半就被打 鞋子還掉在地上 嫌犯僅僅為了兩百元車資 把人打到尚中昏迷 57歲翁姓嫌犯 酒後大小黃返家 不滿理性司機 索取兩百元車資太貴 雙方爆發爭執 竟然徒手毆打司機 害對方爐內出現 昏迷住進加護病房 警方一傷害罪嫌 將嫌犯依法送辦 只為了兩百元嫌犯 朝司機頭部攻擊 被害人還在跟死神拔河 自己卻心虛 徒步跑回家 還是被警方掌握行蹤 要為自己酒後行為 負起代價 記者尼士高才補導